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萧嫣决定扭转猎物与猎人的关系从老生手中夺取火蓝 不料在狡猾的老生柳木队面前 萧嫣团队为他们的轻敌大意付出了学费 萧嫣 萧嫣 你就是萧嫣 你们没事吧 我们轻敌了 几个残兵败将 我看你们还有什么能耐 大家都受伤了 形式可不妙 不要天真的以为 每支老生队都像林阁他们一样愚蠢 我们柳木队长休息的可是木属性的斗气 在林间的感知更敏锐 怎么可能让你们偷袭得逞 轩儿 你带他们先离开这里 我来电后 无论如何 火能绝不可被抢 我们没事 还能在这儿 萧嫣哥哥说得对 现在不是逞强的时候 萧嫣哥哥 你一定要小心 放心吧 我自会去找你们的 五号白山 我们先撤 别让他们跑了 你们四个拖住他们 想都别想 鸡掌 大家一起上 这只自大的小子一点厉害瞧瞧 吹火掌 可恶 我 好 小颜哥哥 多谢 刚才我们明明拼一下就能赢 为什么要撤 给 这里面的疗伤药 有助于你们恢复 赶紧扶下吧 五号 白山 那支老生队我配合默契 再加上你们三人都受了伤 万一短时间内不能拿下他们 肯定会吸引其他老生队的注意 到时候大家都跑不了 别忘了 我们不打无准备之仗 说得好像有点道理 没错 我们的目的 只是为了获得更多火荡 小颜哥哥 你是不是有什么计划了 大家过来 今天这支老生队 单个实力都没有我们枪 只是我们太过轻敌 才会被他们引开 打来个措手无击 明日 武家和吴昊 你们俩互相配合 牵制住对手 好个硬骨头 好个硬骨头 已经吃下了你们两支老生队伍 你们很快就会是下一个 小颜又算哪根葱 就是啊 学长 你是在说我 小颜学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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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哼 又见面了 好 小颜学长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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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颜学长 手下败将还敢来 这回绝不能让他们跑了 好 我赶快离开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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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走 有什么花招尽管使出来 想要黄金卡就自己来取 还想跑 护家当心 一群傻瓜 去我哪儿逃 怎么学长这是脸抽筋 混蛋给我上啊 啊 啊 没用的东西瞄准了再射啊 怎么回事 别得意的太早 等我另外两个兄弟来了 你说的是他们俩吗 你 你们 你们怎么可能发现 不好意思 昨天战斗的时候 我就已经锁定了你们每个人的能量气息 只要顺着气息 自然能找到你们每个人 用个人实力 你们不是我们的对手 怎么可能 我怎么会输 他们只是心伤 怎么可能 我不会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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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交给我吧 你 验分 日浪时 你们听说没有 有只新生队伍 在森林里面反猎捕了那些内院老生 不会吧 谁这么彪悍 居然能打过那些家伙 硝烟的队伍已经在森林里 反猎捕了三只老生队伍的火能 这么彪悍 按照规则 老生队伍要是火能再拾一下 就失去了参加火能猎捕赛的资格了 对啊 小岩哥哥 到现在为止 栽在我们手中的队伍有三只了 除去黑煞队和白煞队 我们还有两只队伍要应付 这些剩下的队伍一定会谨慎起来 万一同时被他们围堵 队伍们不利 虽然我们的配合比以前强了许多 可也请勾应付一只队伍 两只的话恐怕是极限 我们新生没有那种火能少于石 便会失去资格的限制 所以现在在森林中游荡的新生 应该不少 你想干什么 把新生全部聚集起来 然后放出风声 将另外两只老生队伍吸引过来 一锅端了 你们认为如何 那可是两只老生队伍啊 万一新生挡不住 我们岂不是阳若虎考 不要小看其他的新生 他们能够进入选拔赛前二十名 实力自然不会弱 而且 尽早将老生一网打尽 我们不就能早点去内园 见识见识天分练气塔吗 我们已经在森林中 浪费了三四天时间了 一直拖下去也不是办法 火无所谓 大不了得到的火能 再返还给他们 现在你是队长了 这些是你下角色变好 别婆婆妈妈了 什么人 等一下 是我们 校园学长 之前多谢校园学长出手相救 不然的话 今天恐怕又少不了一顿胖揍了 不用客气 校园学长 我们能不能和你们一起离开这座森林呢 同为新生 互相扶持自然是应该的 你们就跟我们一起组队吧 太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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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啊 校园学长 你这是个大好人啊 是啊 是啊 来 这疗伤药 对你们的伤势管用 这疗伤的伤势管用 谢谢校园学长 来 给 给 各位 你们想不想 教训一下那些老生 把我们欺负成这样 当然想揍他们了 肯定想揍他们 揍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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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既然这样 你们先帮我一个忙 各位 你们想把这两天所受的怨气 送还给那些自以为是的老生吗 想 把货能抢回来 送给他们 就是 送他们来 提醒 送他们来 就是 萧嫣学长 我已经照你说的 将位置暴露给的 两只老生队伍 他们现在 正在朝这里赶过来 好 各位 隐蔽好身形 我们今天 就给这些趾高齐昂的老生 狠狠一巴掌 将损失的火囊夺回来 好 好 准备战斗 这下热闹了 小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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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点意思 来了 果然是有这几把刷子 难怪如此嚣张 不过二 很好 终于到齐了 学弟 别被暂时的胜利冲昏了头脑 只要有实力 猎物与猎人的位置 随时都能掉往 而现在 你们就是我们的猎物 那就别怪我们已多欺少了 抱歉 我们也没打算公平战斗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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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